我们朝圈来的 但是呢 在准备过程中 发现一些问题 所以准备了一些 这个slider 这个题目叫做 这个朝圈被几次的 这个创作 因为我们朝圈被 已经写的 差不多到40页了吧 总共48月 应该很快就结束了 就是你写 大家一直都是在零 还没有再过渡到 创作的阶段 那么在过渡创作阶段呢 你最好一开头呢 是先集字 就是从朝圈被里边 找一些字出来 然后去写作品 那么今天具体讲的一些内容呢 就是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首先我要介绍一下 这个作品的这个形式 那么就是说 你要写一个作品 那么你是要写成横的 还是要写成竖的 写大还是写小 你得知道 你是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形式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 主意就是说 拿朝圈被来做一些 简单的例子 我老师上课啊 现在 他教朝圈被 我老师来的 最后呢 我再介绍一些印尼 很多同学提出来 这个怎么样 这个清印 我们讲过 这个清印的一些小常识 但是对印尼 你怎么样去保养 还有你需要买哪里的印尼 朝圈被 最后一点 再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质章怎么样 就是说 你因为我们大家老说 各种各样的质 但是你可能 就是说概念上 有些混乱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 这个书法作品 这个形式 我们呢就是说 老通老听 敌人说 这个横直 手卷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说了很多 那么呢就是 这样就会 可以给你造成一个 很哄乱的一个概念 因为 一个常动东西 你可以记住它是横幅 也可以说是它的手卷 那么怎么区分呢 我们先 先就是说 我 从这个最根本的一下 分一下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整个的 这个书法作品 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金石类 一个叫 卷轴类 那么金石类呢就是 大家可以认为 是写在这个金属上 例如说金文 石骨文 石头上面 刻在骨头上 甲骨文 写在竹子上的 竹节 简读 然后还有木头上面的那些 那些都是 不是纸 或者是捐 这类比较柔软的 这个在体上的一些书法 我们可以把它 分成金石 那么这个金石 这一大类呢就是 我们列出来 有金文 甲骨文 石刻 简读 这个是一个 金石类 最大一部分的 那么这个卷轴类呢 就是以字 或者捐 作为这个基本的 以及这个毛笔 作为基本的书写方式 我们呢 今天就主要是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 创作肯定是 以卷轴类为主 现在不会有人 去拿一个毛笔 在石头上呀 或者是什么 那玩玩可以 但是你要写作品 或者送人 的时候 肯定是写在卷轴上面的 那么这个卷轴呢 又可以分为这个 这个卷轴呢 你可以分为三种服饰 一个就是横向的 一个就是纵向的 还有就是比较小型的 那么横向的呢 我们再细翻呢 又可以调为长卷 还有侧页 我们可以分三类 那么纵向的呢 可以有条幅 还有平条 还有中堂 还有对联 那么小型呢 那么小型呢 就是陡方 扇面 你可以再细翻 还有什么杏杂呀 什么那个 都可以属于小型 那一类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 它的这个形质 和那个结构上来看 如果你是从装表的 这个来分呢 就可以分为轴 卷 或者是片 或者是侧 这么一些 这就是说类型 那么在唐颂之前呢 基本上是以这个 金石类的这个形质 占主体 而唐颂之后呢 就是卷轴类的占主体 当然这和造纸的 这个出现 有很大的关系 从长卷类的呢 可以认为就是说 因为那个长卷 你拿在手里看 你不可能一下子 就把整个面貌全看到 你得随着再翻 那么你在翻的过程中呢 其实就有一个 时间的一个特性在里 而一个立轴 或者是一个大的中堂 那你一下子就看到 所以它更多的反映 的是一个空间特征 这是从这个美学观点上来 就是说让你去 就是说寻找两个 不同形质的一些特征吧 我们具体上来 就开始讲这么 这个九种类型 先看第一种 叫做这个长卷 那长卷 我们上面 我觉得其实这些 书法的这个卷类 都和你这个装表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 重点不是讲装表 也就是只是给大家 举一些这些 常见的各种的例子 这些例子呢 我基本上是以我们隶书为主 尽可能我去找一些 朝圈碑的例子 这样的话呢 在大家的印象里呢 就会有一个印象 我朝圈我将来 我会写成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上头这个 我们以后讲装潢的时候 再说吧 就是有划心 有银手 有隔水 有包手 脱围各种各样的 很多 那么底下这个例子 是莱楚森先生写的 毛主席的一些诗词 非常漂亮 如果一眼看到就觉得 很抓人的眼睛 当然它这个是把整个一个 长的一个卷子 它给你裁成好几块 放在一起 其实你如果拿手 一幅一幅的在看的话 你会很 就是说每展开一幅 你都会有不同的观感在里头 这也就是一个手卷 虽然它就是说 幅度不是很宽 但是它因为比较长 所以你就是说 随着你的展开 你会每一幅都会有一个 不同的观感在里头 而下一幅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 晚清的时候的一位 书法家了 叫曾锡 这个我们以前在讲 朝圈碑的那个 总论的时候 我们举过它的这个朝圈 它在朝圈碑下 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那么上面的一幅呢 是它把那些 就是说经文 还有这个 基本上就是 比较有名的一些汉碑 它就是也是写在 一个长卷上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你随着你的翻开 你会每看到一幅 突然就是说展现在你眼前的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景象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曾锡通灵的 这一个朝圈碑 这个我在那个群里边也贴过 大家的目标就是盯着这个来了 可以就是说照着这个方式 尽可能的就是说 尽可能的每个人都来这么一通吧 看上去非常壮观 如果你能装表了呢 拿出去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幅书房作品 好 长卷完了以后呢 这个就叫横幅 这个呢就是 它也是横向的 但是呢 它的字要少很多 也就是你可以把它装在镜框里 或者是装表以后呢 做成一个条 那个横幅 你可以挂在一个客厅啊 或者是就是说 因为你可以直接挂出来 你不加手卷 你就没法挂 你那么长的手卷 没有一个人家会让你展开去 除非是就是博物馆 它也都是部分的给你展现 那么上面这个是吴让之 这是一个著名传客家 反正我把他们的那个个人简历 都跟在这个后面 就是说大家随后呢 可以去去看台某个人 这些这些民家 他们对一些什么样的 就是网络面是什么样的擅长的 我们重点就是看他 这一个就是说书法的 你看他现在撕过这两个类书 然后底下呢是王毅荣 这个就是甲骨 最早发现甲骨 他写的这么一个横幅 你看就是自多可以 至少也可以 都是以隶书的形式来展现大家的 下面这个就是说特殊的一个横幅呢 就可以去做匾额 那么上面呢是赵直千 他在一个书甲上面写的 是一个横的一个 就是说扁四字扁的 这个是钱大兴 写的这个楼云才月 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隶书体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右边的 我们那个横幅是临摩历书所主持的 特别是潮全 在潮全杯上下功夫下的特别多的这么一个历书大家 那么呢他的这些四字的或者三个字的 你看很明显这是我们潮全杯里边的这些 都可以认为它是极致 你如果拿这个和我们潮全杯里边的比 它基本上就是按潮全的那个露出来的 好接下来就是介绍这个测验 那么测验呢其实就是说 应该是分两个大理 一类呢就是散装类的 就是你可以一页一页拿着去弄的 还有呢就是这个 就是说有这个开板 有这个金褶装 还有一个叫蝴蝶装 还有一个就是推盆装 那么金褶装呢 我在这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就是说我这有一个 你看它就这么展开的 这么一个这么展开 那么呢这个地方有个例子 然后它的左边呢就是它的那个画心 因为很多金褶装啊 就是它在左边发上画 然后右边呢它有一个对题 会有人在那那个提的 就是这个金褶装是可以随便展开 然后比像那个蝴蝶边 就是说左边是画心 然后右边是对题 那么现在很多出版的这个 出版物 就是它也基本上都是这个 就是蝴蝶装 你看它这个展开 就不能像刚才那个 就是完全的拉开 那么它只能就是说 我来看看 只能就是说 以这么一个形式存在 我听不见声音了 好像没声音了 对呀我也听不见 可能老师网卡了 是的 对呀 对呀 danke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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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听不到我们声音吗 罗旭班长能听到吗 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到我听到其他的声音 就是听不到向阳老师的声音 我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声音 就是听不到向阳老师的声音 这里也是 但他好像还在继续在讲 他听不到我们 关键是他听不到我们 谁能够联系一下 我chatter他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看这个 他不停地在讲 他肯定没有留意 那谁有他电话 打开个电话 或者罗旭你现在stop sharing OK 给他个提醒 因为他不知道现在 问题是他在share 要不要我在屏幕上写几个字 我也听不到声音 可以 你写什么呢 这样的东西 天哪 谁在上面在画呢 屏幕上画了好多线 可以 undo 知道是谁做的 可以 undo 杨博你在干嘛 杨博可能想和那个向阳老师联系 那对 那只有谁有他手机 打他个手机 说不定他现在也没有 专心上课 好的 谢谢 谢礼 我这样他应该能看到吧 他还在干嘛 他也在调整 他也在调整 哦 对 就是他在 我们只能看到他在做动作 我不知 现在呢 可以了 他听到了 可以了 终于听到了 弄了半天 那我们翻回去再讲了 对 听到了 听到了 我们怎么运 再往上一个 再往上 谢礼 谢礼你可以undo你的那些 我打算把它翻掉 对 那我现在 不不不 从那个精识那个开始 就这 从哪开始听不到了 应该是那个测验 嗯 有没有 这些都看过了 这些都听到了吗 是没听到是吧 没听到 听到了是吧 对 就直接听到了 从下面开始 好 从这开始 这里这里可以 可以可以 这个结束了 这个只讲过了 这个测验嘛 测验结束了 结束了 测验都结束了 对 那我现在继续 我继续 大家继续mute 你好 对 我不知道 怎么突然就没声音了 因为 好 这个就是测验都已经 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我就是举了一些 这个朝圈妹的这个测验 其实大家在网上找的话 有很多 我们就是说 看一下别人这个灵的这个方式 好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调服 这个应该就是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去不掉这些东西 老师到了一个 annotate 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clear clear 可以了 我们还是来讲这个调服 这个举个例子就是说中间的这个是胡汉民的 我们基本上胡汉民基本上他基本上各种形式的这个拿东到朝圈底都写过 然后右边是肖贤 这个是他可能应该是文革时候写的 但是你看他这个例书写的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就是活泼 尽管他是用的一些简体词什么但是你会看到他那个风格 也不是说随便一个人的例书都有都能都能表现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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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幅你可以就装表起来 就是非常好的一幅作品 这个就是接下来就那个平条了 平条就是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你拿一个四尺的子把它对折 然后你再拿两张以后对折就四个 那么就是四条平 四条平你可以就是说把你的这个内容分为四份 你可以整个四个文章整个一个文章呢就完全一致的去写 你也可以写四个条平因为不同的那个体去写 这个具体起来有很多讲究 还有六条平更多的还有十二条平 如果大家对这些非常感兴趣 可以去网上找一下那个黄简讲书法 他专门讲过这一些知识 当然他是以这个装表类他是以那个轴和那个斧 还有片策来讲的 我们呢就是说是以这个形式来讲 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胡汉明他写的 其实你看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 如果仔细看这是什么碑 这是礼器碑 但是你会看到他礼器碑 他是拿朝全碑的那个笔法和那个笔意在写礼器碑 所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说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方式 这个是一个载云山 这应该是也是一个清代的一个晋识 道光年间的一个晋识 非常明显的这一个朝全风格 也就是朝全碑你如果写好了 或者就是包括你不论你是大幅作品还是这种高幅的 甚至你包括写的小一点都非常漂亮 就很秀美 接下来我们就看就是这就是中堂 那么就是说中堂的这个 一般呢就是我们左边呢就是挂了一个这个客厅 这个呢是鲁迅的那个布居里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布置 那么最上面这个叫唐扁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扁额类就是写在这个地方 那么中间这一个呢就是叫中堂 那么左右两边的叫唐莲 大家如果看这个地方呢含有这种柱莲 再往这边看呢其实就是平条类的那些可以挂在这儿 一般情况下呢明明就是你如果拿整整整章的那个宣纸去写 看上汉这种是了 四乘二的那种四尺乘二十的那种呢就叫四尺整章 他们叫四尺中堂 你可以写六尺 那么中间这个呢你看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朝全的内容对吧 但是呢其实它是以那个伊秉秀的那种鼓励的方式 一念增呢就是伊秉秀的儿子 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艺术这个艺术的一个风格 但是他写的是草全培的内容 这个呢也是一幅中堂吧可以认为是中堂 因为中堂并不表示说是你非得拿一个完整的一个整章 你可以稍微踩小一点也可以 只要你是挂在那个堂的中间 就是说你的客厅中间的都可以认为是中堂 做一个方式的方式 那么还有一些注意呢就是说在落款的时候 我大概都写了一下就是说你要留出这个盖印的余地 然后呢你看他的这些他们的这个下款啊 基本上都比较靠上 那你看这个字都只有一个字 这个大概隔了两个字的下款 然后呢印章的要小虞这个款字 然后大家就以这个的就是说啊就概念有这么一个概念 每次去去如果看去博物馆啊或者是参观什么地方时候呢 去去观察别人的这个啊落款 然后再看他的就是说行制 能想象到它是中堂还是对联还是怎么怎么是什么样的书体在书写的啊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幅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广州人 如果你广州你去这个中三纪念堂 中三纪念堂的那个镇中央 这个地方呢就有一幅 就是说叫做总理遗嘱 中三去世的时候呢 他们是立了一个遗嘱吗 当时见中三纪念堂的时候呢 就请这个文字 可能我们外地人不知道 但是广东人基本上应该都知道这么一个文字 吴子福的这些这个书法名气在广东还是非常大的 他是属于这个岭南的一派的这么一个书法家 这个右边呢就是他写的 因为这个纪念堂落成基本上是1931年 当时那时候呢 据说这一个匾额拿出来 因为很多人认为是武汉民 但其实是吴子福 写的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这是典型的朝全体 然后就是 就放在这么庄重的场合 也没显得就是说 大家认为的那么就是说轻飘飘的那种感觉 也很庄重 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么一种 就是说布局还有这个字写 都很适合在这样的场合来书写 这是另一个叫相顾腹 这也是他写的这种所谓的中堂 这就是朝全里边的背了 朝全里边背完这些 走下来再背 这都可以中堂来悬逛了 接下来就是说所谓的调服 调服呢就是说你把它就是四尺你对财 然后呢就对联了 就是说一边一个就是对联的 我们以前也讲过 就是有上下联的一个区别 还是上联还是下联 注意一下他的这个落款 当然也没有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是落款时间都在这个下款 但是你看何少基的这个呢 他也是上款就写了时间 下款数什么的 这个是伯害民的 大家认识这些吧 这个都我们都领过 诗商之间有位置 秦汉已将文章 这个呢是一些朝全的机制 这个在网上或者是各个这个 书发网站都可以找到 大家如果以后创作的时候都可以去找 有一些机制呢不是 就是说朝全美女没有 那么呢可以就是说尽可能的 找着他的边边边帮不受 然后两个对接可以写 这个就是不同的对联 然后就是冲联 冲联的格式以后 我如果再走至虹中去写冲联 大家就可以照着朝全美的这个方式 去写比较漂亮的冲联 这个就是抖方 抖方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 把因为前面的那个对联呢 我们是这样就是说 纵向的对折 那么这个抖方其实是一个横向的对折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 那个所谓的四尺呢就是四尺乘二尺 那么你一对折呢它就成了二尺乘二尺 那么所谓的四尺抖方呢 其实就把四尺的子呢这么一个对折 而不是这么对折 那么它就形成这一个四尺抖方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来折阁以后 安排你的这一个书房 右边这一封是唐桃的 这是典型的朝全碑 左边是胡亥明林 朝全碑 它略为有一点点 就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正方形 但是呢也属于抖方类型 所以你去找人装表 他肯定认为你这一尺抖方 下面这一封是张大前写的一个符字 是一个称的历书体 只不过是它是帮抖方的 就是说这边再转一个 然后形成这么一个 我们贴在门上的这边一种抖方的形式 以后我们在这个创作的时候 或者写冲联的时候 都可以按这种方式来 接下来就是扇面了 扇面呢 因为我就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网上涨了几个 上面是松心眼的 它也是零这个朝全碑的 因为扇面的写呢 就是它受这个形制的限制 明显它是上宽下宽 那么呢很多情况呢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写满 所以基本上都是写 上面这两行 然后底下基本上空不空出来 就是还有就是说 你看它这个 等到右边这个呢 它就是说一行字写满 另一行字写的少 这样的话那个布局就非常好看 我来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这个就是说我 一个就是说他们写的这个历书的例子 他就只写这个 一个是三个字 一个两个字 这是念书的 同样的就是 你看这刚才那个是男式的 这个就是女扇 然后呢也是很 它套了整个十 很小的写上 然后最后写上 这个布局非常漂亮 就是 我现在只是简单的举一个折扇了 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团扇 也就是比较圆形的 或者是一个 略带一点这个 就是说因为扇形各种 花交形什么的 那个你都可以去怎么样去布局 这也是一种 因为受到这个 尺幅和这一个形状的限制 所以在写的时候要怎么安排 可以多看一下别人的一些作品 就是 环扇 那么就是说有的 有的情况你在创作的时候 你像说我们同样这个扇形的 它有一些地方就是紫那一个扇形的一个 它可以写在一个方子上 它给你画一个扇形 你也可以照着那个扇的形状写 那个也叫扇面 那么它给你一个圆形的 它看上去像扇 但是因为它不去装轴 不做成扇子 所以我们把那个叫做圆光 当然那都是装标里边的一些名称 但是就是说圆的形式和 因为以前我们也写过一些 就是说圆的一些作品 这样一些布置一些 接下来就是具体看一些 这个就是单字的这一个形式 先看这个抖方 那么这些字都是朝鲜 碑里边有的 它是一个木字 大家在写这个创作时就可以去碑里边找 因为这些字我们都领过 大家最起码知道怎么写 可能唯一就是没弄过没有 中国的就是这个落款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落款方式 跟它保持一个就是 对的距离 高度左右的这个配合 然后这个是一个合 那么放到圆的里头 我们的一样的道理 这个字怎么样的安排 这是单字的 这个是双字 这个举了一个横幅的 主义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在左边落一个 那个叫做的单款 然后这个平安感恩 这个都能找得到 这个是落双款的 同样的也可以做善命 就是说养得 这个都是我们刚刚写过的一些字 接下来是三个字的 这是孝为先 德为本 然后何为为诗言志 这个都是朝全的一个几字 是作为我们 书法创作的一个过渡 做一个几字 我们今天就讲三字体 以后我们 大家因为一开始 可以先从这个三字的那边编起 难道我们熟悉了这一些 才逐步开始 甚至写诗子一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朝全班的一些作品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谁吧 这个 左边这个是罗絮 非常漂亮 还在配上这个 这个格式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 光的格式 然后配上背景 这个就是说 大概是陈云把大家选 非常精彩 而是自体的配图 然后右边这个是杨尼的 尽管它不是按朝全的体来 但是你会发现 也就是因为朝全的东西在里头 这个左边是爱贤老师的 爱老师的这个 就是说他写朝全 有非常独特的一些风格 因为他之前 在别的书体上面 也下过很大的鼓服 所以他在写朝全的时候 不自然的会 露出一些其他的风格 但是呢 就是说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你会看到他的这个朝全风格 就是说一看就带了 他个人的一些特色 那么你去一看 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他的 然后右边这一幅是诗音的 这大概都是韩式几个 应该是三月初 应该是二月 四月方 上两个月 他已经就可以写 非常不错的作品了 我相信大家 大家只要下功夫 也可以写出其他好的作品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布置一下作业 就是 首先呢就是我们 在上网 或者是出去走的时候 要经常留意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别人以这个朝全碑的 这个 这个隶书体在写的 比如说我 我去年冬天去那个台北的时候 去那个国父纪念馆的对面 有一个碑林 就发现有一幅 洪汉民的这么一个 就是说应该算是一个调幅吧 就是也可以叫做对联 他就刻在这些碑上 里面有很多人的 还有其他余游人啊 那些谭延凯啊 那些国民党的药人的一些 书房作品 就可以就是说留意一下 包括在网上 包括有一些排卖行 有时候他们也会排卖一些 潮圈碑的一些 比方说一些侧业啊 潮圈碑的一些 就是 秘书体的一些作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特别还有去博物馆 这个右边 最右边的这一幅呢 大家有没发现它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字 我们大家刚写过 这个字我们在潮圈里 其实是念广 而它其实是宣城啊 这个是宣旨的故乡 结果它出了这么一个大路子 它叫广城 这明显是记得潮圈碑的字 但是可惜是记错了 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就是说 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那么呢 同样的在潮圈碑里还有很多 就是我们可以拿来写作别的一些单字 比方说静啊 人啊 忍啊 这些很多 就是说比较 就是你可以送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那种小的书签 大家可以就是说 拿一个书签来 把一个字写上去 说下你的款 给别人做个小礼物都非常好 比方说单字的呢 还有双字的 光明安宁 怀远寻分 包括我们前面的平安啊 什么这些都可以 然后三个字呢 有修身心 水中乐 思无邪 今世情 都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把那个碑里面去找来学习 这个潮圈的这些呢 我们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印 因为很多很多同学 我在上课的时候也在问 就是买什么样的印尼 不知道大家手头有什么样的印 我先大概讲一下这个印尼的历史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汉印啊什么的 所以以为汉朝人就开始就是拿印尼 其实是不对的 从印尼的历史研格来讲的话 他说最早现在据说能找到商代的 就是说印尼 据说是一个青铜做的 那么那个时候他盖在什么呀 他其实是盖在那个椅上面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 就是书写的东西 它是一个竹子 那竹子是一桶一桶的 不可能 还有一个印尼给他盖上去 其实那个时候就他为了翻住它呢 他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分泥 那么他把那个地方 分泥的地方是一个方块的地方 他放一块圆的一个泥碗 然后他再把那个印尼去盖上去 就是前一段时间 就是好像前几年 还有人专闻做这个分泥 这种展览 这个就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汉台印 它是其实这么盖的 并没有拿印尼去印 真正使用印尼的 其实应该是从这个随带才开始 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纸张呀什么也开始 开始 那么最早的印呢 它是拿那个朱砂 是别的什么颜料 和那个水牙去握起来 然后呢 再拿这个印尼盖上去 大家知道这个水这东西 附着力不是很强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 自然会脱落 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 大家又想到了 拿密 分泌和这些颜料做起来 做这个密印 到了这个唐朝的 其实很多 就是说 印啊 其实是拿这个 分泌和这个颜料 获起来的 是要密印 等到了明代的时候 基本上就发展出 这个印来了 这个具体讲起来 有很多 在细讲 但是真正的就是印尼 发展是到了清代 清代 因为清代这个书画作品很 那么呢 就是那个时候呢 特别是皇家 就是说他要求去 盖印的地方也 然后呢 他们就找一些 就是说民间啊 去搜集一些 就是说好的 这个制作印尼的 其中最著名的 这个漳州 法宝印尼 是一个 就是说漳州人 叫魏长吉的 他就是说 他应该是一个做药的 然后研制了很多 人吧 就是最终 做出了一个 这个 就是说 他那种印尼 可以说就是要 潜伦他们那些印尼 基本上都是印的 因为他的这个印尼 基本上是这个 是贡品 民间基本上 很难找得到的 所以他叫八宝 并且因为他是密制的 所以外头基本上拿不到 外头很多 可能还是普通的 一直到了民国时代 就是那个时候呢 大家知道 这个西林印射的成立 才就是说 开始就是 大家想发设法 去在民间 去发掘一些印尼 那么最著名的就是 无影 这个呢 就是说 可以说 西林印射的发起 那么呢 他其实就是说 是做印尼 是非常非常厉害 那么呢 他因为 这个 他的号叫 潜全 那么现在上海 西林印射的这个印尼 就叫潜全印尼 就是 他就是说 他真正就 做这个印尼的生意 接下来还有一个有名人 叫张鲁安 因为张鲁安呢 也是就是说 他是比无影要 百倍吧 但是他就是说 当时呢 他因为也自己 然后他也就是说 老就是觉得 早上好 然后他就去 寻这个八宝 张州八宝印尼 据说当时的印尼 贵到就是说 一两印尼 基本上 一两黄金的那么一个价格 才能拿到 他因为他们家是那种 中药市家 他们家 他也是第五代船 他不缺钱 然后他就花了重金的 去把那些印尼买来 然后自己呢 就真正的以这个现代化的手段 去分析印尼里边 他就是说 首先他分析出来 所谓的八宝印尼 当时据传是有什么 黄金 白银 是珍珠 玛瑙的 但是他分析出来 那里面没有那些东西 他才真正找到印尼的 那个真正的三种成分 就是右面纹列出来 一个是朱砂 一个是艾荣 还有就是碧麻油 他同时呢 就是要开始 按不同的配名 因为一开始 他不知道就是 这个碧麻油啊 或者什么 他在各种各样的油都试 试了大概有五十多种 其中找出一种 就比较好的一个 叫什么 密制49号 然后就请那些张大千啊 还有这些 王福安啊 还有就是 就是他们家 吴长寿啊 都去运他的这个印尼 然后 觉得他的印尼 就是说 哪个号最好 然后他就固定下来 去做这种 但他的印尼 是从来不卖的 所以这个 楼安印尼呢 是 只是就是 现在可能只是 传说中的一种方式 真正就是说 我们能现在买到的 潜泉印尼 也就是说 尽管现在市面上 有这个杭州的 楼安印尼 那肯定不是 张楼安的方式 还有一个主要的人物 就是高师巡 他呢 基本上是跟 这个张楼安 所以 等于他的 就是学徒吧 也就是说 他掌握了 这一个 一些印尼的方式 但是因为他当时 他本职不是做印尼的 所以他只是就是说 想办法去发展这些东西 他自己并不做 真正的就是 现在我们应该基础 这一名叫李云平 他其实是上海 做过西林印尼厂的 这个厂长 然后他等于是 这个潜泉印尼的 第三代船人 在他手里边呢 他就是说 首先他是 他是因为属于 上海西林印尼厂 那么他知道 这个西林印尼的 这个制法 并且他是这个 高士巡的弟子 也就是他的 他又了解 柳安印尼 所以他 他是 可以说是 现在就是 真正掌握这一个 就是最高级印尼的 传承人了 这就大概一个 简单的历史 那么好 我们从这个历史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现在买印尼 应该去买哪儿的 就是说 西林印尼 现在市面还有很多 如果让你去买 你会选什么 西林的名头确实很大 那么他就分 杭州西林和上海西林 其实真正做 这个印尼的是 上海西林 那么他首先 有这个大型的 这个制油社 因为这个印尼 好不好 除了那个 朱砂的选择 和那个爱荣的以后 其实就看那个 油油如果不好的话 那个会跑油 还有就是随着 随着那个时间的增长 那个油就 就是颜色会 就是说 跟油就分离了 而上海印尼厂 因为它是一个 那个西林厂的 它有一个很大的设备 它就是常年去 就是说 把那个油 因为油呢 最最终是要让 那个蒸气给它跑掉 就是真正流向的 就是油的成分 所以印尼上最关键的 是要有那个 常年去把那个油 让它分化 把那些水分子去掉以后 才能真正做 就是用来做这个 印尼的 因为它们有 自己有大型的制油设备 所以就是尽管 它就是卖的很便宜的 那个印尼 也非常好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如果买印尼 就是盯着这个 潜泉印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商标 商标就是这么一个商标 你会看到中间有一个无字 就是无潜泉 然后它每个 每个那个印尼盒里边 它都会有这么一个 简单的说明 然后它把它自己的那一些 就是说 印尼的名称 就别想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呢 也大概显了一下 这个是商海浅 它印尼的不足 像光明印尼 美丽印尼 颜色都不一样 然后杭州的也有 但是杭州的呢 就是杭州西林的 印尼的卖的贵 其实质量并不见得 就比商海西林 好 现在比较新出的是一个叫 云平实权印尼 因为 李云平从西林 一场飞修以后就开始自己做 这个印尼也非常好 首先它有这个 可以说它得了这个印尼的真传 并且它自己本人是亲自去选那个爱荣 然后就是说他们的油标应该也不差 还有一个就是在上海叫九黄堂的 它卖的非常贵 但是因为九黄堂呢 就有一个朋友说 它是那个也是从西林厂出来 一个老技术工人在做的 可能它有独家的这个地方吧 也就是说 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没必要去买 所以就推荐两种 一个就是云平实权 一个就是潜权印尼 它一般情况下大概有个二三两就够了 还有就是颜色 因为这个印尼特别是红色 它基本上是以珠沙去沉淀以后 然后就是它把珠沙研磨细了以后呢 首先要放在水里边去瓢洗 那瓢洗以后它就会分层 那么最上面的那一层 你看大家看这个图 最上面的那一层就叫珠标 就是它略带一点黄色 然后越往下原色也越沉 然后还有就是镜面珠沙和建筑珠沙 因为它用的珠沙不一样 因为镜面珠沙可能比建筑珠沙要便宜一些的珠沙 那么它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介于这个珠标和这个建筑之间 还有就是他们各种各样的 还有什么光明珠沙 米粒珠沙 它就是说珠沙的名称不一样 然后沉淀的方式不一样 它都秘密一种 这是上海系列的新秘密 大家在买这个印尼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 一般推荐我就是我们买一个镜面印 也可以 也不贵 就是说 因为你一般情况下 你买个二两三两就够了 如果有特殊的运法 当然它有黑色的印尼 那些都是特殊厂 就不具体讲了 目前呢 就是说 可能比较流行那个珠标 因为看上去呢 就是堆了一点黄 这种珠标的呢 可能盖这一种公文 遗漏的这个印的比较好 苏州那个江思绪 它也出这个珠标 但是江思绪 大家知道它是做颜料的 所以它的这个印尼并不见得比那个潜权的印尼要好 所以一般情况下 大家就是买这么一个小盒的这么一个印尼 它都带着印尼盒 然后在于一个底下那么一个小包装以后 就可以了 不推荐去买那些没有名气的一些私人制作的一些印尼 因为私人制的印尼它可能会好 但是它那个油首先不能做到 就是它制油设备不好 还有就是说它做的就是发印 盖印的时候就是要调很久才能调 调的不适合大家 因为我们首先包装很多了 接下来就是讲这个印尼的这个保养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如果关注四海书院 四海书院其中有一篇 李荣大概写过一篇叫盖印小记 专门讲他当时和李院长 怎么样去学这个盖印啊 怎么样这个 大家有空可以再去翻回去看看那篇 写得非常好 他也具体介绍了这个 就是说印尼的这个 什么样的盖 好我呢大概介绍一下 就是印尼呢 每天就是说 最好是翻条 我在这儿呢举一个这个印尼 你看就是这是一个骨签 就是说看上去像一个小骨头一样 就一般卖印尼的时候 它都会带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你去就这么 就是转着调 送着送去这个方向 好的印尼 你看这个调起 就是说调到一个圆形的情况下 就可以了 然后你在盖印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要送着这个 印尼的这个地方 轻轻地去打 不要使劲按下去 就轻轻地打 你就打着把这个印面 整个印面都打清楚了 就是说打上去 就是打得你那个 看的就是比较均匀了 要轻打 然后多次地打 就是看到这个均匀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一个这个硬的玻璃板 或者是紫板 然后呢 垫上去以后 你去指甲这个按 就是说 你看就是要 基本上要使上一个全身的力气 按上去 然后在接那个印尼的时候 接那个的时候呢 不要一下子就把它接起来 从一个脚上慢慢的按上去 听一点一点 给它接起来 这样的话 也不会把那个印尼带起来 好的印尼 就是说 因为我们那次展览的时候 杨宁带过去 他就是说 总副吧 就吕云他那个时候的衣服 那个领的铁 我发现那个印尼 你看上去 就简直就和刚刚盖上去的 这是非常好的印尼 是不是 然后人家盖得也非常好 就是一个好印尼 一个好印 然后盖在那个作品上 给你作品会增色 增色很多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手头现在还有没有 就是说好一点印尼 也有的话 大家以后 购买的时候 就盯着这个浅全印尼 或者是云皮印尼 去购买就可以了 好 这个印尼的小知识 我们就大概讲这一些了 具体怎么弄呢 来了印尼以后 我们再去 因为 要自己去 实际去盖几次印 就知道这个盖印 也是有一点点讲究的 好 印尼 我们就讲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纸 因为这都是很多同学问的一些问题 就是老师分不清 什么 一块是元书子 一块是毛鞭子 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说 现在纸张的这个分裂 搞得乱七八糟 我来简单的就是说 说一下就是说 我们怎么分裂 其实就是说 纸张其实真正就是拿纤维来做 那么纤维呢 我们就可以分为两种纤维 一种纤维叫忍皮的 一种叫静感 那么忍皮纤维呢 就是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叫麻类 一个叫皮类 就是说树皮类 麻类呢 应该是就是在中国造子历史上 最早的是麻类的体系 因为麻 首先它是一个一年生的一个植物 就是做衣服 基本上我们以前都是麻布做的衣服 那么所谓的菜类发明 那些紫麻的麻布啊 鱼网啊都是这些麻类的纤维 这个麻类纤维呢 它就是做出来的呢 就是叫麻纸了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以地面命名呢 有细合麻纸 还有一种就是说麻纸 它做好以后 它会涂一层黄色的一些 就是染料 叫做黄泊类 因为黄泊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防虫的 涂了黄泊以后就叫黄麻纸 那黄麻纸如果在上一层蜡以后就叫蜡黄 也叫蜡黄泊 其实在唐代之前 就是说蜡纸 包括汉代开始就是唐代 那个时候 基本上是芒纸是最主流的 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皮纸 等到了就是说皮纸类的以后 基本上就是唐宋时期 其实真正的皮纸 运营是在冥朝 元明时候用的皮纸比较多 那么皮纸的主要原料是 这个桑皮或痰皮或者勾树皮 勾树皮股材叫做褶树皮 这个就是说一些树的皮 明显它的纤维要比这个麻纸长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树它是一个多年生 就是它一般的这个弹皮啊 弹树啊 你当年生的你那个长不得很厉害的 所以很多情况下 它是一个多年 要等很多年以后 两到三年以后 长出那个字来来 如果大家去看那一个 中央台做过一个视频 叫萌房思宝 专门介绍这一个纸的那个 看到就是说 它那个砍下来以后 然后要把那个外面那层青皮给它去掉 然后要去拿水煮 然后拿石灰去泡 要就是把那些杂质呀 或者什么泡掉以后 然后才能去切倒 然后做成纸牙以后才能做纸 就是一个做纸 大概要花很长长时间 这个就是皮纸 那么我们经常所说的宣纸呢 其实就是皮纸 宣纸因为它的皮量呢 是坛树皮 也叫青坛树 也就是青坛皮 那么呢 它又分为这个 因为它不单 完全的一个坛树皮 做出来 并不见得是最好的 所以它很多情况下 要是混合了一种稻草 因为在那个 就是宣城那个附近 或者叫金县 现在的安徽金县 它们独特生产一种稻草 这种稻草呢 它们叫沙田稻草 就是专门原来做 它那个稻子基本上不怎么能吃 但是它那个稻草非常好 所以它就是说 拿草料和这个皮料来配 那么就是它草料60% 皮料40% 它就命名为棉料 那么就是或者是棉莲纸 或者如果就是草三 皮七呢 就是净皮 大家如果看那个买纸的 就问你 这个是净皮 明显那个净皮的 那个价格会比棉料多 贵 然后如果就是草二皮吧 也就是皮料占80%的 或者70%以上的 就叫特净 因为那个就韧性非常好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其实写书法基本上 棉料就够了 不是说40%的皮料就可以 当然这个就是宣纸的 就是你也可以去买其他的皮质 接下来就命名的这些 像这个扎花和棉莲单线 这个是以这个纸的厚度 如果大家看过那个 做纸的剥长 它只要拿那个竹帘在水里 在那个纸浆里边操 也就是你操一次 马上就出水 然后又是单圈一下 接起来的那个 就是很薄很薄的 它就叫做扎花 如果扎花在军过那个上上帆 或者胶帆以后 或者牙光以后呢 就叫禅翼 禅翼圈 这个禅翼圈呢 基本上就是用来踏那些 比较薄的踏板 我们有禅翼踏板的 比较细节比较清楚的 就是来踏碑的 也可以盖印 可以看一下 很多人这个 硬朴去做那个比较薄的这个 你看这些地方 就比较 就是很薄 然后呢 然后呢 又压光过的这些东西 可以盖印 作为这个导从这个 自己的硬朴的 这个来做 叫禅翼圈 然后呢 再后一点就叫棉帘 如果你 再后一点就叫单圈 还有就是说 两层圈 因为 看的话 它是从那个图帘上下来以后 它先 先发在那个 一个很大的板上去 控水 那么它在控水以后呢 控水完以后 它要晒干 晾干的时候呢 它有些时候是 一张挤起来去晾干 那个就叫单圈 如果它是两张 挤起来去墙上晾的 那叫就重圈 还有更多叫 叫做夹圈 这个就是以后都来命名 以这个产地命名 你知道温州也有皮质 温州皮质基本上是 丧皮 或者是 也是构树皮 来这个产的 这是一产地命名 大家不要搞哄 就是说 其实很多情况下 他们命名 既拿这个 就像说 他又拿这个原料命 又拿这个 尺幅的大小命名 搞得就是说 比较 convuse大家吧 对着这个就是说 造纸技术的发展 其实真正的就是说 技术突破呢 是一个就是说 这个静感纤维 也就是竹子用来造纸 因为竹子造纸要比那个 树皮造纸要复杂 工序要复杂得多 它的工序 首先就是说 竹子呢 它不是竹子皮 它其实是竹子里边的那些竹杆 而这个竹子呢 也不是我们那种 很大竹 它是一个 叫嫩度 比较细 然后呢 又是说 它砍下来以后呢 要砍成很短的几截 然后要把那个皮啊 外面那层青皮是要彻底去的 因为大家知道纸都是白的 纸白其实就是 那些纤维 经过了那个脱水 和那个各种各样去除杂质以后 才能做到很白的 那么竹子呢 就是说 它要把那个竹子 熬成浆 然后再过滤 然后打压 要做很多道的工序以后呢 才做 竹子基本上是送货 然后圆明时候 才真正就是说 在市场是人家流行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大家 其实古术化鉴定的时候 它就会 首先就是说 如果你拿着一个 就是说竹子 说这是王熙写的字 这是不可能 因为王熙写那时候 是没有竹子的 这个就是竹子 竹子 那么它的原料有毛竹 还有各种各样的磁 南方可能竹子多嘛 所以原料丰富 那么就是纸扎的这个生产 才会极大的这个扩大 以这个产地命名呢 我们知道的有家家宣 也就是四川家家 他在做这个宣纸 这个就是比较有名张大千 画画其实就是拿这个家家的宣纸 再画 现在就是还有一种大千纸 就专门一个这个竹子 还有一个就是毛边纸 毛边纸是这个富洋 毛边纸呢 我们一般理解 认为它是毛 毛边是毛 其实不是 其实这个 它是从明代 有一个人叫毛镜 因为它家是出书的 就是印书的 它有一个出书的叫做吉古格 然后它那个时候 它也是它改进了这个竹子的造纸工艺 它可以当时很廉价的造出大批量的纸 所以它就是当时整个就控制了这个就是说印书的市场 然后它在它造的那个纸边上它就会盖一个盖一个毛印 所以才命名为毛边纸 而这个富洋 袁手指呢 就是袁手指呢 其实是以它的功能来命名的 而袁手指的就是说 主要产地就是富洋 也是一种 还有一个叫莲石子 莲石子其实是 应该是凝化 还是 也是福建 还是江西的 它也是竹子 然后它就是比较大 因为莲石子一开始是 使的那个其实是一个四 它是一个四张的连起来 所以叫莲石子 现在还有什么莲七子 还有一种就是玉扣子 玉扣子也是一种竹子 玉扣子呢 其实是跟毛边纸很接近 但是它比毛边纸档次要稍微高一些 因为它的那个毛边纸 大家会发现它 略显一代黄色 而玉扣子呢 它就是比较白 看有温柔如玉的 那么一种感觉 而玉扣子又分很多级品 好的玉扣子是要 尚顾给这个黄 这样去使用的 这样的话呢 整个大家就看出来了 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情况 还要运的是竹纸 和皮纸在书写 特别是你如果写作品的时候 最好是运纸 因为这个皮纸的 韧性比较好 然后对那个墨的那个 就是渐染了呀或者什么 也都做得做得很好 宣纸肯定是 如果是没有宣纸情况下 拿一个好的毛边纸也可以 还有一种就是潮子 整个就是拿稻草作 这个就不建议去写这种 写字可能拿它来 反正就是拿它练习还行 如果写作品的话 这个是不推荐的 这个是拿那个 就是说 产地和厚度来命名的一些 大家不要搞哄 还有就是说 身和手的这么一个 什么样叫三纸 什么样叫熟子 其实就是一个浇工程度 如果直接捞出来的 就是晾干的纸 就叫三纸 没有经过任何浇工 那么就是说 因为它那个 这种就是说纤维 空隙就比较大 因为没有经过这个挤压 所以它空隙比较大 还有没有任何添加剂 如果你做了添加 也就是上了这个平凡和一个胶 那么呢 就是就可以成为一种手指 那么手指呢 你可以就是说 就是写字就不怎么阴了 但是手指呢 因为它添加了东西 保充起来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买纸肯定是要先买森纸 那么森纸其实你放一段时间以后 它那个纤维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 放上那么几年以后就非常适合大家去写 手指呢 就是写小开 你要画工笔画比较好 还有一种就是半手指 那么就是你添加剂你可以运米饭 你可以运别的 米饭说刷上豆浆 就是所谓的他们就叫所谓的豆腐宣 也就是你一个生的豆腐宣 生的那个宣纸 你在那个豆浆里边刷一层豆浆 在晾干以后 很明显上一些大的分析 因为豆浆那个颗粒比长纤维的皮质比较小 所以它会填在那个里头 还有就是糯米纸 也就是糯米浆也刷上去 也就是也可以 这么这是一个物理添加 还有一个就是说物理的那个就是说挤压 你拿一块那个叫光滑的一个石头 你去拿一个森线上 你这么压上那么十几二十次去划着 他就是说奉着那个表面就这么压 也会改变这些纤维结构 所以这个叫做牙光 他也就是垂底 他就是说山宣出来以后 他就是按理说其实也属于牙光的类类 但是他因为它是湿的 他就是这个操作过程 其实它不是一张纸 它是很多纸 拿那个开水从上面浇下以后 拿一些这个石头挤压它 经过垂主的以后 这个纸也会改变它的一个生 就是说纤维的空间结构 那么就是成为一种半生半生的 这个就加工程度 就是以加工程度命名 接下来就是尺幅的大小 听我们经常听人说四尺几 六尺 列了一些 其实我们就按一尺三十三个厘米 或者三十厘米来算 那么你看这个四尺其实就是三乘四 基本上就一百三十几 那么这是它的长度 也就是它的真正命名的 那个每个尺的指头 都是以它那个长度来命 它的宽度就是它长度的一大 那么就是四尺子一样 然后六尺子 八尺 帐二就是更大了 现在还有做二帐的 三帐的 都不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了 纸能我们就讲这么多了 具体大家 反正随着你的这个 就是说接触的这一个时间 或者纸张的运的多年 你会自己找出一些 适合自己的纸张来 也就是因为纸不同 如果你在运墨不同的情况下 你也要根据不同的纸 你也会去调整一些不同的过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了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就讲这么多了 先讲了这个就是书法的形制 然后介绍一下 草全卑的一些机制 介绍一下印尼 在看了一些 都是大家经常碰到一些问题 可以对我们这些 经常学习过这些都不诚实 但是我们因为很多都是初学 然后都一点这些小的 好 我今天就到这儿 然后转交给罗旭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谢谢 谢谢小杨 可以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 对 现在大家如果有问题 就可以自己直接把你的 那个麦克风打开 然后unmute一下 然后就可以在这边来提一下 问 不好意思 可能开台有点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就没声音了 没关系 今天虽然是有惊 但是无险 还好 我因为没注意大家在那提醒 我不知道怎么就 我们如果失去联系 在这里就只能用那个 微信 我一看 当时都顾不上 对 我们当时也想 所以后来还是谢礼 想了个很好的办法 刷了个大字报 然后这个解决了 很好 那看我们同学们还有什么 其他问题要问的 老师有一个问题 有关于印尼的 我是看了 那个印尼有保质期吗 其实印尼可以放很长很长时间 但是呢就是说 擦的印尼呢它会干 一般厂交呢 就是它在 特别是这些比较有幸运的厂交 它会就是说 如果你印尼最怕就是干和那个启荣 那么呢就是干了的时候呢 厂家会建议你再买一包 新的印尼 因为新的印尼那个油啊 油性还好 你会给它一起调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送到厂家去 让它帮你来调 一般情况下 它都会给你免费去调制 还有就是它有单独的 那个碧麻油啊 你可以买一小瓶自己调一些 就千万不要拿别的油 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没有 因为我们国外不好买这个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如果我们能买到币麻油呢 自己买上那么一瓶 然后呢 放在太阳底下晒 就是拿一个 透气一点的那个软木塞 或者是玉米芯的 那么一个塞子把它塞住 然后让那个油啊 就一般要放上那么一两年以后 基本上也就可以去调硬你了 首先韵泥运的不多 所以买上一个二两的 够你用十几年的了 对啊 我有一小盒 好多年一直在那里放着 那可能就是说 你可以先找一个这个 就是什么土签啊 去调一调 调不开 调不开 然后你还看 有那个原厂吗 有那个厂 那个标签吗 是哪家的 你知道吗 就是西岭 西岭 就是如果 在这么不好干 回国的话你就带回去 让他们给你去他们门市 让他们调一下就可以 另外那个刚才您 上面就提到了 有好多种颜色 这个用色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 其实就是说呢 深一点的颜色呢 显得更庄重一些 就是其实也没有特别讲究 看个人喜好了 因为现在就是说流行猪标 就是它带一点点 黄色的 就是以前的大红色的 这个看个人喜好了 老师我有个问题 我问一下那个关于皮纸 那个我是手上呢 有几有几张皮纸 然后那里面很多那种 像那树皮的东西了 它其实 那现在好像我写起来觉得 它有点偏熟 我不知道是皮纸 它其实它 它也分身熟 还是就是 皮纸的性质就比较熟 就是说 其实没加过的都可以叫三纸 但是三纸里面呢 也有就是说 阴和不阴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皮纸 肯定是三纸 它估计没有伤过凡 但是呢 就是说 它可能皮的含量很多 那么它就不怎么阴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 你可能拿软笔会好一些 书法的话 但是画画的话 因为画很多 它是要求用净皮的 明白了 其实就是说 比如说手指 因为它伤过凡 其实并不是很好 也就是大家买纸 尽量买三纸 然后放 或者自己真正写的时候 自己想办法去双脸 如果真正买那些伤过凡 因为凡有个问题 它会漏凡 就是时间长了以后 那个凡会拖 因为它毕竟是胶粘上去的 也就是它和那个纤维之间会脱掉 那么你写或者画画的时候呢 你在漏胶的那个地方 那个运笔和那个没漏胶的地方 就完全不一样 影响你的作品 这个确实是碰到过这种问题 对对对 明白 所以不建议买这个 上过这个凡 加工过的 因为我们要长期宠画的话 买一个三圈是最好的 明白 那它现在说市面上买的那种豆腐圈 它真的是刷的那个豆浆呢 还是刷的凡呢 豆浆 豆浆 这是一个豆腐圈 是爽豆腐圈 但这种就是教工过的 明白 行好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 嗯高仪你好 可以可以 问问那个老师 我刚刚开始练书法的时候呢 买了一点那个半生熟的不是太贵的纸 那那个现在都想写什么生鲜了 那个越放越久以后还可以像那个生鲜那样用吗 你是一个半熟的纯是吧 半生熟的 半生熟的 还是不是 不是好质量的 那个扔在床底下以后还有用吗 其实只是越放 时间长越长越好 越长越好 拿出来以后再用就成那个生鲜了呀 就成熟的了嘛 就是不浪费了 可以不浪费了吧 浪费对对 如果你还觉得不好呢 自己 自己可以拿一个比较光滑的一点的 石头啊 或者去给它摇光 自己摇光滑 可以了 自己什么 自己去压一压 压一压呀 就是拿那个就是说 刷点豆浆 你刷豆浆可能自己做不来嘛 你比方说这是你的籽对吧 拿一个石头啊 就是说拿一个石头 这个比较圆的这一面 这么就是说摩擦了它 就是说把那个纤维结构给它改变一下 完全可以 是有一回到那个树木栽 我拿那个列子的纸 可能是时间久了 你说嗯 这个纸还在年呢 就是我这个破纸 对对对 放回那个 OK好 方法还不会浪费的啊 对对对 那老师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买的生纸 你就是说不一定是非常好的生纸 你把它堆起来 然后压着就会时间久了 现在它没它找的是那个清纸 大概是道光年间还是什么年间的那个纸 它去画的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有难力能同纸呢 大家就同一点 这个东西不会同的 那老师请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回国内去的话 如果在美国 比如我们在这边买的话 你能推荐一下比较好的 就是价格很适中的 我们可以放酒的那种纸有没有 这边因为我们也 我也基本上是国内带来的 这边的话 这边还是 因为你知道 这个就说到这个造纸的工艺了 因为我们在这边买到的纸啊 全部是那些基加工 并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是那个 静感类线 它其实是把那个木头打浆 打得非常烂的那种浆 然后它很多情况下都刷了石膏粉 什么做为了漂白嘛 然后做了很多这些化学图 就是跟我们就是写书法 这个纸呢 其实性能差别很多 就是作为练习 你还把它做为一个 就是说想出作品啊 没有真的能表现你这个书法的 这个美感 所以并且它那个纸 不计算放多久 也就那样 没有没有 它跟这个我们的 首先工艺上造的不一样 然后这个原料 因为你这个放的长短 基本的问题 它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然泛化的 一个繁化的一个过程 只有那个长纤维和那个有空隙 比较大的 就是它已经改变了那个结构了 对 它已经是完全 你就是如果你看现在纸加工的话 它是化学把纸加打得非常非常烂 然后又是经过那个就是说 它是机器在那已经给你压得非常紧实了 那如果是说我们在国内买的话 买 像那种好一点的这个 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那个金线的那个除了那个红星啊 什么那些大的那个 厂 其实它周围的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推荐四川那个嘉嘉的那个嘉嘉纸 也可以 嘉嘉线 他家教线 其实它是主纸 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我看还有其他同学什么问题吗 我问一个 就是说 罗世你去年帮我手家里面带回来那个纸 那是半熟的对吧 今年吧 是今年年底来的 不是12月份来的是吧 那也是去年啊 去年那个纸 是半熟的对 那个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写了以后 写了以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这是墨的问题还是纸的问题 就写了以后那个纸会很皱 对 但是一写它就是那个纸就 整个字都皱起来了 对那个纸是买得很便宜 是那个荣宝斋的那个练习纸 那是练习纸是墨的问题吗 35块钱 就是一个四尺对开 100张 就是非常非常便宜 我切后悔死了 那个背那么 那么老远背回来 这个质量不好的纸 写得很难受 写的时候还是蛮好 写的蛮顺的 就是写完以后它就会皱嘛 就看上去就不好嘛 但具体它为什么会皱我不清楚 因为我觉得那纸其实也不薄 它 厚的 嗯 我都反正已经全部都货货完了 我实在是不喜欢那个纸 大家对这个零这个极致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说 因为我们写了这个 也写了一段时间了 陈勇 是吗 说话 师姑 谁在叫我 我看到 你那边发出声音来了 没关系 反正我们这个东西 没关系 现在是free time 现在是free time 大家自己可以 平时没见的 可以互相也可以聊一聊 知道我们就是说 每次上完课大家在那闲聊了吗 可以了 嗯 所以大家这个疫情搞得大家没法进行的交流 能听到吗 能听到 我就想问问 那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做写作品 我就没有那个课章 是不是我们要在Amsterdam 我可以在上面买还什么的 我没听听听你说什么 课章子 课章子 课章子是吧 对 对 自己没章 这个就 我们班同学都有章吗 我觉得我自己还没写好制定 你还不敢 都没想这个问题 看来 我也没有章 很多人都没章 你没有章的话 有那个app 他就是可以做章的app 对对对对 你把你的名字弄上去 然后你去照着他就是画一个 打印的也行 打印的也行 课章子 课章子 当时那个 那个什么时候 我就给大家打印了 然后贴在上面 我就在Amsterdam 贴在上面的也行 闲章倒是没有关系 就是他自己的名章还没有 我觉得你就是可以下一个那个印章的那种app 然后你把你的名字说出去 他就会给你生成一个印章 然后你把你的名字打出来 以后就是调好尺寸 你每次弄完的话就是把它垫在你的作品下面 我就叫他画一个 也是一个办法 对 伪造一个 我以前画画的时候还没到 都是画的 因为现在又不能回去 所以说真的是什么都不能买 也可以 那计划要过来 开始学课这样 现在记啊 我的东西记了三个月都还没到 哇 所以说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个要提醒 就是说那个你屯纸的话呀 他其实说还是要保护好 如果就是放在外面 他可能会风化掉 尤其是那种 对对对 螺旋气息这个很好 就是说要阴干的地方 你首先不要让太阳直接晒 然后不要发潮 那个放个纸盒装起来可以吧 放到纸盒里面 但是又要透点翻 一点翻不透也不行 你不要把它装在塑料袋里 你要拿出来 我有一款纸 是我当年就说 刚动了要学写字的念头的时候 在那个西安寺院门那买的 当时它是特价处理 特便宜 一刀那种防骨 防骨撒金 一百块钱 我当时就是 驮了那么一刀过来 小谢 我给了小谢一些小谢 每次画画都拿它画 然后呢 我自己还留了一点 我也是很久没用了 我前两天把它翻出来 哇 真的是放了久了 好用的不得了 不得了 特别人认识了 原来是打结 打结 打结 你讲讲的 什么好用的 什么感觉 有人漏肤 原来是生圈还是熟圈 买的时候 我这时候都不懂啊 但是我猜可能是生圈 你买了 但是我现在就是你写上去 如果你拿它画画 它也会有音 但是你写字的时候吧 一个是它不皱 然后墨呢也挺黑 写出来很润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润的那种感觉 你那个笔 有的时候你写的不舒服 要么就是它 比如你写下来这么一个横 它会肿得很胖 或者是它没有达到你的宽度 要么太宽 要么太细 都不是你就是想象 写出来的那样子 这个纸呢就是 你想写它什么样 它就写出什么样子 而且它也不重 然后墨色还 太好了 虽然你写你 这纸懂你 我不懂 我也是瞎买 那虽然你说 你那个纸 图了多少年了 我想 我想有多少年了 我觉得可能要 算到今年可能有五年了 哇 那我现在 我现在家里面 就有超过六年的纸了 对 那你拿出来试一试 我现在都把我的袖子 慢慢的刨出来 每个都在试 哦 那你觉得 和你那个条墨 有没有点关系 可能也跟墨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我现在用日本墨嘛 我觉得就比一德格寒焦要少 所以它 有的时候 一德格用很 就是很皱 但是用这个墨 写出来 就不是那么皱 我听到那个王树老师 一直在打喷嚏 那看一看其他同学 还有没有问题呢 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纸 那个纸 你怎么样去知道 刚才说是好的纸 还是比较差的纸 就是说 嗯 因为我的纸呢 要很多 很谢谢很多同学送给我 所以呢 有一大堆纸都不一样的 没没没没没没 没 你当时都都都都另外一种 所以我 我现在来看呢 我都一下子拿起来 我都不知道它是熟的 还是生的 还是怎么样 啊 啊 你怎么样知道说 啊 那个纸是 啊 是你说的好 所谓的好的 啊 然后你买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 去买呢 就是说 随他讲 买的时候贵不贵啦 买的时候贵不贵啦 买的时候贵不就好一点 都是生的 不要买呀 他的 都是同学送的 没有那么多 很差的 下次回去就买一下 像老师提的那个夹浆 四川夹浆 宣纸可以 对 比较新疆比还可以了 我觉得 那个散人跟你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说 你看到纸的好拍 你可以拿起来 把它对着光 来看 就是说 首先就是 如果是那种机智的那个子 看上去非常均匀 没有任何就是说 就是 不对就是 或者是 这个你看到一个什么 屏幕一样那样均匀的 那居然是机智的 就是说手工纸 首先是他不是特别 但是他也不是一大块黑 或者是一大块白 还是有一点点像那个云在天空里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基本上就是可以说 这基本上是 还有就是说摸那个两面 如果是 两面都同样的那个光黄都一样 那基本上是机智的 如果是一面光 一面色 那个就是手工纸 因为你看那个纸 造纸中间 他要那个纸要上墙 上了墙的时候 他在试的情况 他会刷那么一刷子 那么就是 贴墙的那边是光的 那么外头刷的这一个 就会比较粗糙 所以呢 就这也是个判断 他那个就是手工和那个机智的一个办法 还有就是你看他那个帘纹 因为好的那个纸 它要超纸 那么它那个竹帘 竹帘呢 它还有那个丝线的那个纹 你看那个纹漏 也会发现这个是说均匀啊 或者是什么 也是一个判断的方法 但是那个像那个和马指 那个马指 那马指就不会说很均匀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现在马指 马指基本上不推荐去这个 写作品了 练习练习 这个马指 就是它那个线力 要采取一些的 哎呦 那个散人 如果你要判断这个纸 是生他熟的 你可以 在那个角落里面滴一点水 就可以看出来了 点一下 对 好 好 好 谢谢 我现在在 我刚开完我妈 现在开车回家 哇 这个外面雨大的不得了 好大 那你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对 什么大的不得了 下雨 大到什么了 大到两部车以外 你都看不清楚 那你不能说话了 你快要专心开车 小心开车 安全地 安全地 注意安全 安全地 我们太少 太少机会可以 聊这个书法 跟那个材料 这种东西 对 对 我们下个星期再开个 把人专专 对啊下星期再开个联欢吧 联欢吧 联欢吧 上课的大家都这么启动 对 建议老师给我们写一个 推荐的那个书法 推荐基本的那个入门学生的那种 比如说纸张啊 笔啊 墨啊 这种基本的那种推荐的产品 和介绍那种比较好 文化的老师 对 这个 这个因为我也是东一郎头 吸一棒锤的在看 还真没有发现一本书 把文化四宝 或者这些给你介绍的 全面的一个 嗯 建议老师 你会把今天的那个讲课的内容 发给大家吧 对 我会做一个那个 做成那个 文件应该可以看 那对 对 因为每个人可能对 我是感觉有些用鼻的话 可能有些比感觉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可能也有自己的 对 体号吧 用鼻和纸 当然是肯定是越好 越写的也感觉舒服 对 对 我还有的话呢 那个刚才不知道谁问 其实的话呢 我其实当时我 我因为我的入门 就是看的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潘波音写这个《中协书法简论》 因为谈到这 但是他谈的不是很深 但是他重点呢 因为他主要在介绍这个整个书法的发展呀 和怎么写书法就是 但是具体就是讲这一个 我们平时这 因为这些问题都不大 就是可以真正写书法 他也不 不把这个当成一个问题 而我们就是当问题的呢 你又不知道去怎么写这个东西 我的意思就是不行 还真不好找这么一本书 关键是有时候我觉得用这些纸不一样 OK你说吧 你的开车还在说 老师 那个 那个纸 其实跟那个笔 跟那个墨 跟那个墨的浓度 全部都有很有关系 所以 所以也不能够说这个纸好还是不好 还是它比较硬还是不硬 就是说你要是那个墨调的好的话 那还是可以 可以啊 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书法指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我不知道理论上怎么说 但是 但是 希望下一回呢 有机会的话 老师可以讲一下那个墨跟笔 跟那个指的关系 对 对 这个有点主观了 就是说 指好坏和笔的那个 对 肯定是一个相互发生追命的过程 对 嗯 还有那个燕台 我也想问一下 老师 我 我其实看到那个 房立明老师有写过那些 关于燕的那些文章 我觉得那好像都很高 很高级的燕 我手上都是一些这种 不同的燕嘛 那就现在很很怪 就是最近开始发现 我用那个燕台磨磨磨的时候 会发出那种奇怪的那个声音 很难听的声音 我不知道怎么来说 这个 那估计你的磨有问题 是磨的问题是吧 对 因为你以前没有的话 现在有肯定是磨的问题 我就那金不换嘛 就是那个磨 杨博买的那个是吗 不是不是 杨博买的还没到我的手里 我现在拿了一堆都是别人的磨 然后在等着 你可以用一个再试试 我是 我那个燕台那个什么磨的磨 我写的是特别淡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天 我专门有时间 我就磨磨磨 磨了好久好久 磨了一点 写几个字就没有了 这特别淡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 就是向阳老师 上次我带回来给你那种 嗯 那个磨很棒 那个是超公司的那个磨 那个为什么这么淡呢 我磨磨磨磨了半天 我本来写字就慢 所以磨磨磨磨磨 然后又没磨磨了 又再磨磨磨磨 如果那个磨磨磨磨磨 那估计焰台有问题 哦 焰台是花了老价钱买的 对啊 焰台有问题 因为我同样拿那个磨磨 一个很差的焰台 也不是很差 一般的焰台 磨那么几下就很好了 对啊 我觉得我那个焰台发磨还是很好 就很快就能磨出来 但就是磨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有种 好难听啊 那我要换换我另外一个焰台来磨磨 那天我还专门用那个新的那个焰台 就是乐许你帮我买的那个 我说我今天用新的那个 我觉得那焰台好贵哦 这什么 我不知道他 我想那个以后带出去 travel 就方便嘛 那天我还专门说我用那个磨 我磨了半天写的字又淡 那后来我交所有就没用那一天 我觉得磨了半天 然后没写几个字也没有了 而且我说我时间全部花在那个磨磨上面 本来写字也慢 所以我就说得问问这个问题 但我还没有开封新的那个磨 就杨波大会那买的那种 下次再试试那个磨磨 罗旭 罗旭你那是不是那个 你是不是你那个焰是新了 太新了没太用 没有 都是十年以上的磨焰台了 我的那个焰台给你买的那一样的 你用的怎么样啊 就是后来 你说那个小的那个 对对 那个小的我还是用的不顺手 因为我还是用原来那个大一点 那个小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就是带着比较方便 你要写小凯的话还行 你要是写稍微大点字 就不够用 对 就不够用对不对 对 对 我就想那个是带出去吗 说在家里先试试这个 还不行 那个 那个 可以 潘姨你可以试着拿那个细砂纸 稍微打磨打磨 打磨一下那个焰台哈 对对对对 我试试 很多情况小呢 那个焰台出了厂以后 它首先有时候会晒一层蜡 OK 我的那个旧的烟台呢 因为磨了以后 那个磨我觉得洗了以后 它就比较容易干 那新的那个呢 我好像觉得就是买的那个小的那个呢 好像它不容易干 那个还好不是一下就很快干 对 我会试试它两个烟台 对 我想是那个带出去走吗 本来是今年要出去玩几次这个一点哪都出不去 哎呀 都出不去了 都在结果 这个磨 这个磨的磨跟那个纸 什么东西 这一堆东西对我来讲 全部都是一个谜 都不知道怎么样 都不知道怎么样 啊 你要去试啊 所以说 也不知道字也没有做对啊 你插一下哪个好你就用哪个 哈哈哈 就像你上次说的那个那个笔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情人笔 哦呀呀呀呀 它是不会 它是不会季风 那我的那个笔 有 它掉磨还掉的那个还少 但是呢 有时候写期还是蛮顺手的 你练的时候 对 它不掉毛的时候是很顺手 但是它掉毛 你是不是洗每次都洗了 你每次洗了 但是你不能每次干在那儿 给它泡一泡 就你不要让它干 干的话 你再写的话 它肯定它就会比较 比较 哦还有一个 那个 就等于新的笔 好 对 你要泡一泡 但是你不能让它干干了以后 可能我就觉得它特别难去缝 你本来也是那个笔可能不太 哦 看到steve来了 嗨 你都能看到我们吗 还有很多血 你没有把你的那个 camera打开 我就看不到 我的同学都没有打开 刚才提到那个纸了 然后我想起我最近一直想一个问题 我也想听听老师还有同学们的 你们是用的什么 就是这个纸不是有光面和那个磨面吗 你写是用光面还是磨面 我以前一直用光面 但是我最近好像查了 好像说有的就是说 也用 两面都可以用 根据你的情况 我不知道老师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想法 同学们都一般都是怎么用的 我觉得两面都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因为太在意那个纸的那个 因为好 这种宣纸的话 它没有 就是上墙的时候 它一面贴了那个墙 一面没贴墙造成的 其实就是说 如果从那个显微镜下看的话 两面结构是一样的 哦 那老师就是您拿纸写字的时候 一般不会考虑这个因素 对不予刻意的去 对对 其实您写多了 你会发现两面其实是一样的 没事 哦 有个心理情绪 很多情况下心理情绪 我两边对 我两边试着写了写 可能是心理作用 对基本上是 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觉得 那个毛面的好 但是写多了 就觉得其实两面差不多 还有那个沈阳老师 你再 encourage大家要去通灵 我去 我看那个谁 虽然是十二三分钟就写一篇 我是一个多小时才写十八个字 我不知道 我试了一下通灵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到哪些哪些 我只能慢慢的 哎呦我好佩服他们呢 你看他给那个 那个谁 我们都是那个膜拜 膜拜他们 对呀 他们写的又快又好 我如果写快的话 我的鼻 没有我是穿了有一天 我写快 我的鼻就是拖着走的 那种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只能 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写的很慢 就是我想 我穿写快有一天 那写的就好像一点 不是我想写的 老师也写得很慢啊 对 写慢难啊 写慢 老师喜欢 老师喜欢慢的 写慢的 老师是给我们示范吧 你要说特别稳才能写的那么慢 你要写 写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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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不来写的快 没有我写快了以后 我的走的和鼻 根本就不 我是掌握不到的那种 我有一天我就说 他们怎么写这么快 我也不管我就写 我是觉得我一点都不知道感觉 你知道吗 我直接写慢了我才能够感觉 好像有一点点感觉指和鼻的那个关系 但是我一写快了我都觉得我再是拖着那个鼻在写的 反正可能是我的功力不够吧 就是那个韵鼻啊什么的 慢有功力哦 慢比较难 慢比较 但是潘因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嗯 我觉得可以量力而行 就像生完他 比如说两天把他拎完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多长一点 不一定就要这么快写完 但通领域我觉得还 其实也还是应该去做的 对我会试着去计划去做 对 要急 我已经计划写了 我写了一篇 查了以后 后来我觉得 哎不行 我也想改一个格式 不行我就停下了就没有通 没有理由我本来说我说你哎呦 那我太满了 我说我不知道谁到哪里 我先通 把这个 曹学们上完课以后再来 就是全部集中来开始通领 不过我看这些同学们 这么的鼓励的学霸们 我会蛮适得吧 试试 如果时间就是时间的关系吧 是 我也觉得应该尽量通领一遍 我在群里今天不是也说了一下 我是说像学霸学习 大家应该尽量通领 对对 我也会试的去重领一下 重领一遍肯定很好 对对对 我有个问题 首先 谢谢向阳老师精心准备给大家讲 然后每次每周给大家示范 点评 有时候给大家点评 那我就有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布置的作业 就是比如说单字双字三字的 这肯定要比我们平时练的字要大不少 尤其是单字的话 就这个过程呢 就是肯定还需要 我觉得是尤其是初学的 就是肯定需要那个练习一下 就是老师觉得这个放大过程 最好练多长时间 然后再做作品呢 比如说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多长时间 就从小字到大字 哦 你是这个主意教 还是要教 考虑货品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吗 就不需要那个 就直接换大笔就可以吗 还是不需要那个 基本上不需要 因为你如果你是按那个 就是你当时零帖的那个 你基本上是按 你当时零那个字的时候 怎么样零的 然后你就按那个方式 往上写就是了 那好 对我还想着这个过程 要这个适应的过程 因为毕竟换一个笔 换一个还是有差别 肯定要一个练习的 就是说你写作品 也不能是一上来就写 你肯定就是说 特别是大家从这个零帖 过渡到这个阶段以后 可以先逐步逐步的往大来写 那这个字多大呢 比如说我们写三个字的 我就想写几个三个字的 四个字的 这个就是比我们平时的 一些大几倍 你觉得比较合适呢 没有一定的限制了 你小有小的这个也能出作品啊 你小的时候 你主要把那个格子折小一点也可以 你看你手头有什么样的纸 因为我们毕竟受限制于这个 就是说纸啊这些的限制 就是有些情况你写大字 你可能还没有大笔 这个我们倒是以前不是也是托朋友啊 带啊什么的 也是有个比较大的笔 但是我的意思是 字太小的话 那你比如只有一个字 字太小的话 那就不太容易 那就是单个一个字就太小了 对吧 就是你比他装标起来 那也是非常小的一个 就是可能会太小 对吧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可能 比如说我是想着至少 现在我们练的字 比如说四倍大 几倍大的 可以啊 就是按自己的这个能力吧 就是也不能一致限制 大家都要写成多大 好的 好的 老师 有没有一般性的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 咱们不少同学也是第一次临这个槽权杯 就是我们也练了好几个月了 对吧 快四十个星期了 对吧 也是有九个月 就是了 那么就说老师就是 当然以前有些同学有基础的 那不用说了 就有些基础的 但是就是从没有基础的到现在 嗯 当然有些同学 嗯 本来我觉得大家级不都挺大的 在老师这个这个 这个经济这个调教下 嗯 但是呢 就是总体说了 你觉得就是我们 以前没有隶数基础的 那么 嗯 主要的进步在什么地方 主要那个不足在什么地方 就是整体说一下 点评一下 就这样 我觉得大家整体就是对隶数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进这个学隶数之前 可能 最起码对隶数的这个概念 肯定没有现在这么这么广 这么宽 当然慢慢的来了 这因为朝全只是一个入门 其实隶数这个这个 这个 范围很很很大 就是 我也写过很多 就是 嗯 很多隶数的就是说史臣 陈朝全 张谦 然后我自己 但是有些杯也 也还没有开始碰 我也是 其实我 我给大家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我当时 学书法做的 我当时写史臣 我就是 一百通 我基本上两年之内 没有碰任何其他帖子 我就写史臣去写 就是说 哇 你的那个宽度是一个范围 但是你的一个精度也要做到 就是 只有就是说 诚心于一个帖子 那么一段时间 以后你就是说 你只有先深入一个 你才慢慢去往处扩 如果你一个帖子 还没有完全全吃透 你就去弄别的的话 可能哪个都弄不好 简单例子 我们就看这个胡汉民 大家看了很多都是胡汉民的这个 历书对吧 都是这个朝全碑的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 一看就是 就是朝全碑的样式在 但是你知道 胡汉民的凯书写的非常好 然后你这 广州有一个海珠桥 海珠桥那三个字就是胡汉民提的 去看那三个字 如果你不说是胡汉民 你都不知道是他写的 就是他他在朝全上相符非常大 但是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相足的工夫 肯定对你 对别的这些字体 什么有很帮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不要着急 就是既然要吃 就把它吃透 彻底就是拿出来一写 就是让你写朝全的 你看别人一看 你这个是在写的朝全碑的那个 而不会是让人觉得 来写别的问题 这一点上我就想说一下 因为咱们这个不少同学不是在练 就是学朝全的同时也学 比如还在别的书体 包括就是这个我们的九成功 还是接着 在那个 罗旭老师那个在主持下 也在同时那个经验区也还是同步 当然有些同学呢 因为是怕干扰了 就是没有再接着 但是还是有些同学呢 坚持下来 我的感觉就是这两种呢并不毛对 而且还我觉得从某种印象讲的 还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所以这是我的 当然就是尤其是这个练历书呢 可能对凯书也是有帮助 就是我觉得就比如说 从有些同学的那个写的凯书的最近 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练历书的过程 对凯书其实是有了帮助 你说的很好 是的 其实这个就是你不会白练的 肯定都有帮助 老师想问你一个问题 看你写那个超圈碑的时候 你写的很慢 那个慢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你在 你为什么用这么慢的速度来写那个逆速 可能我的习惯吧 这个也 其实你写的时候带一点点思考 你写的快了 有时候人就不会去思考 就是说写的时候带一点点就是说想 然后这个写这一笔下一笔怎么弄 慢慢的 因为你是零帖 你不是写作品 写作品你可以稍微快一点 或者是什么 你灵帖还是因为你有时候要去看帖子 我写的慢是因为我要去看那个笔画 人家在什么地方安排的 所以会慢一些 我建议就灵帖不要太快 当然你特别慢了也没必要 就是说灵帖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点思考 有一种想法的去写 自然不会快起来 你是整个一个字 还是每一个笔画 还是每两个笔画来临的 还是看完一个字 然后都写那个字 我目前还是看笔画 一笔一画的在里 基本上零一笔要看一笔的 这样子不会闪掉吗 这样子那个字会闪掉 因为你一笔一画 整个解体的结构 会不会就这样子都不欠 因为你把它一笔一画 单字的话不会 单字的话不会 有时候可能因为 因为我就是在给大家演示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单字写基本上不会 但是就是整个章法 有时候可能就会 因为专注于某一个字的时候 这个上下距离可能就稍微错一点 因为毕竟是整幅的在看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时间长了写的多了 可能会有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长期锻炼的一个过程吧 我有一个问题 陈远老师就是我写字就离不开那个字帖 你要是让我照着字帖写 我觉得能跟着能一笔一画跟着去 但离开了字帖 你让我自己说要写几个字 我地帖上那个字帖上面找不到了 我就没法就写了 时间还不多还没有到位就是 我知道肯定不对 你肯定会记住一些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好我现在就让你写一个是 士兵的是 但朝鲜的写 你不要看你会怎么写 你能不能 这个简单 这个简单 你让你写一个人 写一个朝鲜的朝鲜 我都可以记得住 所以说你肯定记住了 你说你一点都没记住 不可能的 你记住等于记不住 对 这个就是说说书法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是肌肉训练 一个就是这个形体的训练 这是一种长期的一个潜移梦号的一个过程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士兵我觉得你还好了 我觉得你随口一写 那个赵凯还挺有赵凯的味道 我压根就写不出来 现在在说历书 我说无论说什么呀 就是像你那次写的九成功 自己写的 也其实也挺有那个样子的 我都要找字 我自己什么都会写 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不是我真的是不会写 我可能写的时候 就是可能真的是不动脑子 就是盲目超书 我觉得 那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那个朝鲜写过以后 很多字都发现 我好像不知道我曾经写过 我也一样啊 还有好多字都不会写 夹冠就不会写 对你们俩厉害了 都花在鼓鼠里了 还有什么 雅明 沉默的雅明 要吃东西 在不在 肯定在吃绿豆糕 吃点心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成爵好像把那个mute了 听不到你说话 杰鲜 故意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他在讲 你没把声音开 没有开声音吧 杰鲜 我看他在讲 他 嗨呀明来的 哈哈哈哈 这个棋位一定要打开video 这个或者讲话 讲话不打开video 就是不好 杰鲜 你没有 你没有那个声音 听不到你的声音 没有声音 要打开麦克风 你在左下角 在左下角可以看到一个麦克风 把它点一下 我今天本来想用iPad 怎么我没有transfer 我有email过去 这个我就没有看到 所以我现在用手机 我都来不及了 看最后 应该先 雅明后面都是书啊 我在 我在 哇 我在 那个 其实刚才有很多同学说 拿起一个字来 如果是照铁 写可以写得出来 离了铁就就就就就就写不出来 我也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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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是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是要慢慢去 呃 去想的 就是 呃 好长 好多时间呢 都是 其实你写字的时候不去想自己在写什么字 你写出来以后 你写出来以后会怎么样 啊 呃 就像我们这个拿几千笔或者钢笔写这个 给别人写一个note或者写一封信或者怎么样 呃 那都是你呃 你签意识里面的东西 你 你写出来以后就是你以前学过这个字 那个那个大概那个样子也可能是老师教的 或者是你跟 哪一个书铁学过了 或者跟你爸爸妈妈教你怎么样 这个东西 呃 这个在你的签意识里面是非常非常 非常深的一个 这是很牵移默化的一个东西 你拿不掉的 很难拿得掉 所以我说学书啊 其实就是想一个 这个很 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要学一个新的字体呢 实际上是你要是想把你本来那些 呃 那些牵移式的东西把它磨掉 或者磨至少磨蛋了 你才可能 呃 写出来了以后 跟你的新的字体 呃 比较相近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有的时候吧 我建议呢 就是说 你也可能换一种姿势 去写写试试试 呃 我我我最近在 我最近在 呃 在在在在 在除了这个练朝 朝全之外呢 我还看 看了一下这个这个 派山的这个 科实啊 那个字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要真要去写的话 真的非常难写 因为它太简单了 可是你要真的把它写 写到那个那个 那个程度上 你不自不觉的就把自己以前的这些习气啊就带进去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我体会到就是这个这个什么 你现在让我写个隶书字 我差不多都可以给你写出来 就是说有点写出点像隶书的味道或者怎么样 因为究竟呃 我也写到很长时间的石石碑 呃 但是呃 怎么怎么说呢 就是你如果想把以前的那种 呃那种习气把它磨蛋了啊 蛋化一些的话 呃那除了时间我觉得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你就是要呃 就是要 呃呃呃呃呃实实的去学一种字体 去去把这个自己的意识放在这里边 去下意识放在里面 牵一墨画着呢 呃 所以我能那个我在 我我一开始在九成功那个经验班里 后来我就发现不行 因为这两种字体的这个 这个用笔运笔啊 太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我想算了 我还是先呃 先公立书吧 我不太同意Steve那个观点 呃呃 呃 虽然说这两种字体是可以相辅相长 你可以同时学啊 我觉得我不行 呃我我我觉得 呃我如果写了一写了一通历书 我再回来去写九成功的话 写出来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所以 同感同感 同感同感我就是也是一个人我 你还好你有你有很多功力基础 那个亚明 你可以掌握到你还什么的 但是我这就是我也不敢 我觉得上次啊 我一例书都没写好 还没有都不知道 就还没有门都没有敲敲 所以说我 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写 本来也写的慢字就根本不敢 对对对这两个字 因为这两种字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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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其实每个字本身它有一种韵律的 它这个韵律你不一样的话 有时候你非常难调整过来 对对 历书好像觉得是比较柔 那个凯书就真的比较 怎么说呢 就比较硬就是对 对你特别写的折笔的时候啊 折笔的时候 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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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个那个 那个rhythm啊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写了 你习惯于写就历书的那种折笔的话 你再还反过来去 这个这个这个 真的是 觉得觉得特别别扭 wise versa也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 我 我 就是说至少我是不能handle 这个我觉得这个 这个经验班里有很多同学 写的真的是 哇真的让我佩服无其透地 这个历书历书的样子 这个凯书凯书的样子 我是欧底欧底的样子 确实我也觉得 我也我也不费同意这个雅明的说法 因为就我自己呢 我先举我自己的例子 我就是我写了这段时间历书 反正一直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 比如说那个 那个折笔的时候 还是有那个能看出来的凯书的那个痕迹啊 就是这个我想改 就一直不好改 这个可能也还是没有放弃这个 不还是一直在练凯书有关系 但是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呢 可能就是大家也都能看到 就是比如高渊啊 高渊我就觉得他这个 以前他凯书也写的挺好的 但我觉得就最近 不是罗旭那个也说过他 现在呢自己比以前舒展呢 舒展了 我也同意他这个好像舒展多了 就是以前觉得有点具体啊 我就觉得还是和他这个练历书有关系 但具体他怎么样他提高的 但可能也是练凯书也练到那个程度了 但我对我是觉得这两个呢 就是还是有相互相成的一些作用 但是就是说这个具体他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这个如人饮水 你除了让他自己去剪 我觉得我们看的话 都是互相出观的去看 但是我是觉得这两个挺好的 反正我是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的 就是我也没觉得就是互相干扰太大 就是当然就说是是不是别人看出来啊 就是说你这个还是每次看到历书里面 那个凯书还是太浓 这个还是有可能 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呢 总的说还是两个都练也不错 对这个倒是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精练群 那个九成功和好像一起写的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那个莉莉和陆立音 他们也是坚持的很好 我觉得立音他好像是也是进来的比较晚吧 他那个我看他两边他好像也 可能是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他两边没有打架 他两边都发展的很好我觉得 杨明我觉得你那个具贴 那个写的那个立书的样子 那个小凯像小凯 我觉得我很喜欢 你觉得特别好看 我出去一下啊 你怎么慢看 你怎么慢看 我太喜欢这个杨博真的 我上次在那个 我也是在尝试 对 我觉得你有自私一体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立书的味道 但是呢 有有有有有有有点小凯的那个 那个那个自己的习惯 我觉得很有味道那个 杨明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我我我那个列的 不是一个五指符吗 你可以看看他的立书 嗯 谁啊 就是我写那个 就是说给那个中赛纪念堂写那个 总理遗嘱的那个五指符 你可以看看他的列书 OK 跟你的有一些些激进 你把雅明 雅明你把那个 你写的那个 资讯贴那个 你你你你POSE一下 我觉得那个 没有啊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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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了 我说你的照片啊 照片啊 要要share屏幕是吧 对 就说他可以POSE 我我我我我我那个 那个照片在我手机上 哈哈哈 照片 哈哈哈 就是今年 就是去年年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在那个书展 就是国展上面 我看到一幅 那个例书就是写的 就是像小凯那么大 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嗯 太小了 你看到屏幕 嗯 雅明你看那个下面有个share屏幕 share screen share screen 嗯 你自己的手机上面最底下有个share screen 然后你把你的电脑吧 电脑上面它是在电脑上面的 嗯 嗯 你先要upload 你可以share iphone 然后拿一个那个充电的那个线 连到电脑上就可以了 太复杂了 就是你拿一个就是USB和电脑 那边插上手机 然后share iphone就可以 可能这是因人而异 我那个解历书和解历书我不打架 是啊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我也觉得我打架 我工作了好久 后来我觉得打架 可能学的那个功夫不到家 不影响 同意我也是功夫不到家不影响 没有我们不影响 把两面都乱写 写那个历书吧 某个同学切换自如 好几个同学切换自如 那真的很佩服他们 真的历书也写的好 那个什么凯思也 我是觉得脑袋不够用 可能是 因为买喜欢那个凯思的不想扔掉 已经写到最后两面不想扔掉 对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那跟着航航老师写了那么久 你们能够看到我觉得 写写就会忘记嘛 欧凯呀学来学去练的最久 还是写的最差的我觉得 也不是叫写的最差 他其实就像他们说筑基嘛 其实他给了你很多筋骨 你自己就没有察觉而已 那倒也是因为我觉得后来用他在练这个赵凯好像觉得赵凯就容易很多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反正还是那么硬 我觉得凯书好像动作就是比那个历书要多一点 多了好多动作 多很多 对 就是 历书就像打太极 那个那个那凯书要那凯书要舞蹈 嗯 就都飞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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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要不这个形容来挺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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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没卸上来 我们已经放弃了 我看一下 因为是他要求的 你们在讨论什么 我刚才lost掉了 我们在说 雅明的 我们在看那个 立书和凯书都写的特别好 嗯 刚才重点夸了立义 有些观众也说不干扰 点名夸奖 没有没有 是点名羡慕 陈杰莉应该是最认真的 你们都是都通灵了 我都敢都敢不上 我最近特别忙 杰莉还是没声音啊 杰莉 杰莉你怎么没声音啊 有啊 现在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 你们都这么 好多人都通灵一遍了 哎呦 没有只有三个 所以 对呀 没有 还有一个张座 你们露了一个 还有张座也通灵过了 四位 哎 这个质量好大 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 那些了不起你们 杰莉 你们这个通灵的话 你那个长卷是怎么粘起来的吗 还是 因为我拿你墙和粘起来的 哈哈哈 你粘起来 我给你看看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是个好问题 什么造型啊 例件的那个挺好的 那个纸本来是原创纸吧 还是这个地方 我这是一个三 三开的 三开就是把那个四尺的就是分三份嘛 对不对 对 你看这个地方粘了 我永远写不了那么小 然后呢 然后你粘是 你先都粘起来再写吗 还是一边写一边粘 写完了再粘吧 写到哪粘到哪 就是写了这个了嘛 写到这儿了没了 我就开始粘 就是快写完的时候粘上 然后它干了 你就可以正好写 哦 你这写完一篇 再粘第二篇 就可以写 对对对对 因为都粘完 剥的太长了 那个向阳老师你写的是什么 很漂亮呢 是不是 没有了就是 钻钻吗 对 我想剥几遍看看 看不懂 看不懂 不认识 不认识 很难很难懂 对 是很难懂 这个 练那个十古文的话 会对写粒书有帮助吗 肯定有 没有帮助 有帮助 对 没有帮助 他那个中锋 转力其实是相通的 是 这个Spring最有最有心得 他的传书和例书都写的特别好 还有那个 还有利剑 他也在写也写的很好 他们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陷入的很深 很用功的 非常用功 他们真的很用功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还不错了 最近特别这个热情都很好 松兰带了一个很好的疼 给我们带了压力的大的 他都写得很厉害 写得很厉害 写得后来发祖了 我感觉到吓死了 现在是来四通 然后接着通灵而已 就是那个谁 Spring开始 那个通灵的时候 我就在下决心 我要不要开始 我要不要开始 没开始 然后利剑又来一通 又给我吓了一跳 我又在 离院 然后最后 最后现在是 孙老又来了 现在好了 我说那我一定得下决心开始了 我们要见闲思起 我们这只有膜拜的 太佩服了 太佩服了 你们真的 我现在就是没有 没有那么 能花大块时间 其实也是这 priority的问题 就是 好了 我觉得 佩服佩服 我是写 现在看到大家 这两部写 每个人教的作业 都写得这么好 也真的很curious 以前第一次教的作业 是怎么样子的 写的 老师会把第一次 到最后一次给 看开 到时候给大家 看你们第一次的 那个 就是进步非常大 把名字遮起来 让大家猜 对 对 最好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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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再见 你最后冒出来了 用功 好了 那我就end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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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谢谢 看到人少了 露个脸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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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